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涨了0.15% 穿越板指收报3544点 跌了0.44% 两市成交是13000亿 前一天是12093亿 赶资大幅净流入59亿 户指齐纹是日线 两市交投非常活跃 强势概念股跟一些传统周期股有同步上涨 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白酒 饮料板块 也是今年基金沽的比较多的一个板块 集中在消费这一块 还有跟近期疫情短期炒作起来的一些疫苗股 今天跌幅靠前 包括一些医疗服务板块 具体来看钢铁股今天涨幅靠前 那消息面是进入到了一个用钢的旺季 那这个钢铁的钢材的一些这个利润呢 回到了二季度的一些水平 包括这个铁框石价格下跌呢 也有利于钢企的利润保持 那么同时呢 这个河南的一些这个水灾呢 也刺激了一些灾后重建的一些这个需求概念 那像这个材料板块呢 这里面比较多的是一些跟这个半导体啊 尚有一些材料啊 光刻胶啊这一些相关 包括呢一些浮化工厂品 以及一些高性材料呢 今天也是表现非常活跃 那锂电谷呢是连续第三天的一个强势了 那主要是在中上游锂矿相关的一些标的呢 像这个钢锋里叶啊 姜特电机啊 这个这个溶解股份啊 这些 包括呢一些电解质 多幅多呢 这些表现都比较抢眼 这个创下历史的一些新高了 那还有呢就是国厂芯片股呢 更是掀起了这个涨停潮 那领跌板块呢主要是这个白酒 那像昨天呢这个定增落地的这个古井贡酒呢 今天又吐回了这个身符 那可以看到呢这个板块现在这个资金的一个 这个追捧力度不大 那还有呢就是前天涨幅比较大的 航空军工股呢也是领跌 那一栋股份呢 这个中药股今天是集体的一个调整 那其中呢这个龙头片窄环呢 昨晚公告呢有一个百分点的股东减持 那在高位呢带来了啊筹码的一个这个凶动 那股价呢是放量跌停了 那像这个啊商业重工啊功能机械这个白马呢 啊在上个上半年呢这个增速啊市场担忧呢 下半年这个增速放缓周期下行啊 这个此前一路走低的这个商业重工呢 啊今天呢出现了一个超跌反弹啊那股价涨了百分七左右 当然呢也跟一定的炒这个啊灾后重建有关了啊 那这个要关注反弹的一个持续性啊 啊那包括海瑞水泥这些股样的也有一个上涨 那呃芯片股里面呢这个跟LED啊这个面板的一些上游芯片啊 啊紧张缺货有关的啊这个龙头股呢商业光电呢今天是再度涨停啊 连续商天呢涨幅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三十区间 这个呢也是机构的现在一个重重仓标的啊 啊那在六月三十号前呢啊昨天呢我们也看到国内呢所有这个股票的一个机构 持商情况呢都已经发公布了出来 那还有呢南大观点呢就是这个芯片的上游啊这个材料光刻胶呢今天股票呢是股价呢是涨百分二十 再度创出了一个新高那这一块呢也跟全球这个啊芯片工厂扩厂呢大动的一个设备需求啊这个表紧缺有关了 好那今天的一个市场的很大程度啊要受惠于外围市场的一个啊这个表现那美股呢隔夜是起稳收复了啊前阵子跌下来的一个湿浮啊这个这个湿地 那么当然一些这个业绩紧细度高啊这些业绩呢啊造好的支持有关啊那么整个风险偏好呢是再度抬升啊但是呢这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呢还是啊这个相对比较分化的啊中位数的一个涨幅并不大啊强者很强的一个格局啊那么户指呢站稳了站稳了这个是日线之后呢继续的一个向上啊但是呢似乎有一点滞胀的一个情况就是呢这个涨不上去的情况 所以后面来关注像一些金融股啊重磅标定呢能不能啊发力啊去进攻这个3600那外围呢这个对于啊Delta这个病毒呢对经济的冲击这种忧虑呢啊就不知道怎么呢为什么又这个突然间降低了 那市场风险票抬升呢我们看到美元债息率的一个十年期的又回到了1.2的一个上方啊那是对前期过度担忧这种情绪的一个修正吧 那内地来看的话呢就上海呢近期在浦东区呢很多高新的一个政策啊跟这些芯片报道提相关等等 那内房呢啊这个恒大呢跟啊广发呢好像又有一个啊和解的一个协议吧那对这一块的一个信贷违约担忧呢又减弱啊 那关注来看呢一个是外围股市一个呢是为美联储悦莫益息啊啊一旦呢这个美债息再次抽高的话呢可能对这个市场啊又会有一个负面压制 另外呢留留一下一些经济数据等等啊那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这个二十二十八号左右应该啊这个美国的一个啊 啊复国王亲复国王亲呢在这个啊旅行啊这个这个访问亚洲的时候呢可能会啊在这个啊天津这一带呢跟这个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啊这个进行这个会面啊 所以市场呢啊有一定的一个正面炒作啊在这个里面炒一些预期 那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策略啊就是一些啊热门赛道呢非常拥堵啊 啊一旦呢情绪转弱呢这个啊这个啊一致性流动性兑现带来的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围撤呢可能要留意一下 那另外呢就是实际上局部的一些泡沫呢已经是爆裂掉了啊比如说一些酱油股啊啊这个去年炒得非常高的一些这个消费股啊 甚至呢一些这个宅家经济股啊像一些游戏股啊啊那啊以及一些这个软件股啊硬件股啊等等的都有啊这些的去从去年 那又开始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往下走的啊所以呢整个市场的一个系统性风险应该不大啊主要就是啊个别的啊一些这个 这个热门赛道炒完之后呢有一些业绩不及预期呢会进入到一个下跌通道里面 那另外呢就是要重视呢每一只个股呢在啊下半年甚至到啊明年呢啊整个盈利预期 如果上涨的话呢基本上这个趋势呢都不会破如果说跌破趋势的话呢很大的原因就可能是跟这个预期啊啊往下走呢啊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杀估值杀盈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风险通道里面 好那芯片股呢今天来说一下啊这个啊比如说这个LED啊在这个高位呢今天继续放量啊有个新高啊非常夸张 那首先一个呢就是科网的一些成长股呢在政策方面受到打压非常大 并且呢这个杂家经济的一个支持啊在今年呢反倒给业绩呢带来一个增长的挑战 那么另外呢一些硬核科技呢啊我记得有一个节目里面专门讲过啊这一些呢反倒是吸引了资金的不断追捧啊像一些芯片股 尤其是芯片股那今天从赛道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因为刚才讲的这个芯片厂的一个扩厂呢啊对于松上游的一些材料设备需求啊啊是非常大的啊 那么像北方华创啊这个中微公司啊今天股价涨得都非常大那包括呢一些官客交材料呢能大官电啊今天涨不任何事 另外呢就是机构呢第一重仓股啊这个啊这个蔡崇浩的这个盛班股份呢今天也是啊涨幅非常大啊包括呢特别是一些受啊这个汽车芯片需求的啊这个功率半导体啊这个一些标的呢像啊 视兰威啊节节威电啊杨洁科技啊这些呢似乎近期有一个异动啊最厉害的就是LED的一些相关概念股啊这个昨天前天讲了很多次啊那还有呢就是跟汽车这个传统汽车芯片啊这个价值量比较大的一些MCU的一些芯片股啊那趋势化来看呢主要还是政策利好了那加上资金的仓位开始出来呢有一些资金啊在追捧 还有今年的业绩弹性啊因为怎么说呢都是一个线下经济股的一个产物嘛在疫情后期呢啊这个业绩弹性会比较大 策略来看呢啊这个头部企业呢现在来看就是技术面看涨就好根本就压根不看这个估值的一些问题 所以风险偏好呢主导了一切啊但我来看的话呢这个啊全球整一个芯片的一个供需周期啊啊我觉得在5G呢这个需求上没有零朗化以及这个啊供应中期中短期的一些扰动下呢这个周期是不是向上走呢啊依然是纯有比较大的疑虑的啊那这一块呢还是啊一块一块不过呢就是国产化的一个进程非常积极啊这个倒是可以对冲一下 但综合来看呢估值啊已经过热了啊这一些标的里面呢可能啊功率半导体呢啊这个是跟景气度啊背离的比较时间比较长的一些这个一个一个情况所以后面可能补涨的机会还比较大啊供这个模拟芯片呢这个国产化率走的比较慢啊后面这个空间比较大包括呢这个设备啊跟材料股呢啊也是后面有成长的机会倒是这个LED啊啊反应的比较早了 啊这次能走多远呢还真的这个不大确定啊炒这个事件的好像是比较明显一点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苹果产业链 各股份呢今天这个当天呢巨量成交了102至021这个是比较罕见的而且最近几天呢这个股价走得非常怪异而且昨天呢像讲到尾盘收盘前呢就有资金大笔估出 那市场几个传闻几个这个彩测呢啊一个呢就是认为这个苹果啊新品呢缺乏创新啊那这个需求不及预期整一个苹果的一个啊供应链的一个估值啊啊面临这个啊这个下向下的压力啊那苹果供应商呢太过于依赖苹果啊这些去年就有了问题 另外呢就是提到呢在昨天呢这个大东交易里面呢这个看到龙虎榜里面呢看到这个类疑似啊各的员工持股账号 那么市场担忧呢是不是啊这个公司的一些员工持股计划呢在抛售啊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风险 还有呢就是在猜测呢这个当然这一点呢中午这个好像有一个电话会议啊那么那个这个管理层呢是否认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啊 那么并且市场也认为呢啊这样来做呢好像是啊会拖累呢剩余的啊一些这个股股这个员工持股计划的一个表现 所以可能信不到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可能苹果公司呢在富士康啊因为河南的一个水灾呢啊会影响一个出货 所以对这个接下来出货有个啊负面联动啊甚至呢会担心这个的一个工厂是不是受的影响或者是越南方面受影响 这些呢都被官方的这个一一辟谣啊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啊今天呢这个这样的这么大的一个成交呢啊这样的一个走势下来呢啊能不能往上走呢 哦我觉得个人还是要看接下来业绩方面呢有没有一些简直啊爆雷的一些这个风险吧啊毕竟呢这个资金先知先觉的撤出来呢 也确实啊比较诡异不过在二季度呢啊是有六十几亿的公募资金基金呢冲了进来的啊所以这个位置上有一些啊套利呢我觉得也正常啊 毕竟底部上来涨了50%那在我来看呢应该就是跟这个各股份啊现在这个估值啊普遍高出这个行业呢不少啊有关 那跌出来之前呢大概是三十几四十倍p其他呢都是二三十倍啊所以这一块呢偏高估就是因为市场太过一看好它的VL的一些这个业务啊那VL业务呢始终还是一个中长期的利好啦 但这个业务量增长也挺快逻辑上呢我觉得并没有破坏了啊但这个啊还是要尊重一下呢这个case它的一个走势图啊啊反映的一些这个风险啊所以呢观望一下 那呃呃与之相对的像利率精密呢最近啊啊啊虽然说跌幅没那么大但也是啊这个起起落落 防防防复复啊相对来说呢这个位置还是相对稳健一点啊那基金呢也在加仓啊所以呢从中这个啊似乎从这个稳健性的角度来讲啊这个现在估值比较低的利率呢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啊好那么上面提到这个股份的没有持有啊那明天节目里面呢我们再见